作词 李宗盛 感谢一路上有你 陪我画下人生的轨迹 就算路上再多风风雨 我们都握紧 守不棄不离 感谢这场注定的相遇 就算时光会慢慢老去 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风景 有限的时间里 你给了无限的奇迹 各位真民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台风已经送走 大家目前最要紧的 就是人平安 家保牢 再就是劝防财产安全 这个菜 各家各户总会有一些难处啊 如果真遇上了 千万不要着急 老夏在广播站 开设了一条救灾求助热线 求助热线每天开通十二个小时 随时接听 还是那句老话 真美 真政府和社区组织 对大家有灾必救 有忙必罢 去美丽 去美丽 美丽 不老啊 哪儿老啊 老了就是老了 不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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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休眠了一下 是不是可以再 我应该再干五年啊 没问题啊 老外啊 你走得太急了 我应该再干五年啊 我想来送你最后一程 都没赶上啊 爸 老外 先走了啊 等我有空了 再来陪你聊天 好 那个万家明跟屈小和 什么时候结婚的 准确说 是未婚妻 家明在花圈上 写上屈小和的名字 那意思就是 已经把小和 当成了他们万家的人了 不管是已婚未婚 在他心里 小和就是他的妻子了 你说得没错啊 你跟家明 只是普通的朋友 但是我觉得 我们也可以成为 在事业上 可以合作的朋友 不好说啊 你看啊 博览会没有办成 品牌商全都没来 连一份大的订单 都没有拿下 再加上这个污水泄漏的事件 造成了工厂的停产停工 这万成的路以后该怎么走 真是不好说 原来说帮他们融资的事 看来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可是我已经答应过家明 我们岩石集团 是不会对万成的事做事不管的 好吧 这样 你再约他谈一次 开诚度工 放到门 用别了 你大门 再见 用别用别 文建贵 我是齐美丽 也用别了 行了 给你们找个新主人 你其实不用特意约我出来跟我聊这些 我知道 现在万成的麻烦确实很大 反正是我 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万成融资的 你能明白 柳阿姨未必明白啊 她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 人在一起了 钱就在一起 海水跟渴水都是水 但他们永远不能在一个水道 这道理我相信我妈懂 但问题是 她不想搞懂其人的原因 看来你是非取巧合不取的 你刚才不是说 看到我写的晚年了吗 范家明 我爸让我开诚不公地来跟你谈谈 那我就是说了 本来吧 我也没觉得你是我理想中的伴侣 可是我现在突然发现 你对感情还挺执着专一的 我理想中的伴侣也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倒是可以考虑 跟瞿小和竞争一下 竞争 你跟小和竞争 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有意思吗 爱情就像一场舞蹈 你认同吗 算是吧 那我告诉你 舞蹈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的大月 一净 你知道的嘛 我看我会很找到自己呢 那我去找到自己了 我有点想陈谷 吧 你给我找到自己的 我找到自己了 我找到自己的 你找到自己的 还有刘阿姨 你们肩上的担子 肯定是越来越重的 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大忙啊 但是你记住了 楼宅 永远是你的家 我王淑文 永远是你的家人 你亲点 妈 我早就跟您说过了 要您去医院看 您非不听 您看现在 严重了吧 我去了 你看 药也配来了 这些都是止疼药 没什么作用的 是 老渔民都有关节炎的 没什么稀奇 死不了 这关节炎呀 已经很严重了 已经纤维化了 很可能会引起心肌炎 你和佳明结婚以后 夫妻分居两地 这日子怎么过呀 当然了 工作也重要 无论如何 妈妈都支持你 可是你也知道我们镇里的规矩 家里传出这样的事情 你也认识了 三月不撤白 六月不挂红 这么看来 你跟小和的婚期可能得推迟了 为什么从古到今 在我印象中就有那么多的父母 对自己儿女的婚姻 就喜欢那个什么 但是你 你 你 你等 你 你 你你 你先把嘴张开一下 不 我不 要干吗 你 舌头都大了 大得跟那个和臀一样 都瘴起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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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行 你不能喝了 不行 我没喝多 我跟你说 只要我没有被河豚毒死 我就要说 不管谁阻止我 就算我妈阻止我 我还是要娶 曲小和 曲小和 我爱你 曲小和 我这辈子只爱你 你老了 我给你推文椅 好 好 万家明 记住你今天晚上的豪言壮语 好 这 是你对曲小和的爱情宣言 我王树文 祝你们永远幸福美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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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老阵长 谢谢 谢谢 坐 坐 好 有事啊 老阵长 跟你汇报个事 嗯 我今天呢 我退休了 好啊 应该祝贺你啊 我 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我去单位呢 交接了 电脑 公帐 文件 每交一件东西 我真的 我 我 这 岁月真是不饶人啊 我怎么也退休了呢 是 我原来上班吧 每天忙忙碌碌的 我特别地开心 我很充实 我就觉着 大家就是需要我这么一个角色 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但是如果我今天退休了 那么我的生活 我的工作 我的事业 是不是就 就结束了 我是不是就是一个 可有可无的人 美丽啊 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跟你说说 我当时的心腔 其实我跟你差不多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 后来有一天我就想 老这样下去不行 心里头不充实 我能不能找一样啊 适合我干的工作 能够让我 为咱们镇 再多做点贡献 再发挥发挥我的余热 这你知道 我办一个广播站 每天 写稿子 定时定点的广播 还要把呀 群众的意见 收集起来 根据不同的情况 去找各个部门 跟他们沟通 给老百姓啊 解决点实在的 实际的问题 美丽 你自己要有自信 我是相信你 你一定能够找到 一个合适你的工作 能够找到 一个符合你情趣的活 谢谢老阵长 谢谢 非常感谢 你这么一说 我忽然开了 我想通了 没问题了 那就好 那我先回广播站了 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好 好好好 喂 郑阳热线 您有什么话说 您家楼下饭店太吵了 您快来协调一下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您说您的家庭住址 好 好 好 我马上派人去 那 喂 郑阳热线 颜师姐 你看 这么多的投诉电话 都是棘手的问题 目前要及时处理 真的很困难 可能查访牌的事情 还得往后拖一拖 访牌同庄 关系到支女阵未来的发展 它已经不是一粒老鼠屎 而是一马蜂窝 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到 这个马蜂窝的话 马蜂就会一群一群地飞出来 如果我们支女阵 真的成了马蜂窝 那谁还敢接近呢 对吧 是啊 可是 要把这些问题及时处理 唯一的关键是人手不够 要处理这些投诉电话 已经弄得我们焦头烂额了 再查访牌的这么大的问题 人手真的不够 产业办的徐康 跟您的说法不太一样 他怎么说 人少是个问题 但是如果能够激发人的潜能 可以与少生多 他说得没错呀 我们做基层工作的 就要有这个评价 天头 地头 屋檐头 哪里出现了问题 我们就要蹲在哪里 就地解决 老郑 我们执女阵的规模 可不是以前的乡镇了 外地无工人员四十万 当地人口十万 五十万的一个城市可不算小啊 所以就要求我们干部 要有城市意识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天天地头的工作方法去做事了 不然这样大规模仿牌的事情 我们根本解决不了 林老师姐 您的话 我明白了 不单要有大决心 更要有大魄力 老夏呀 你这里什么热线哪 怎么打不通啊 老夏 我说这热线一直打不通呢 敢请你在这里睡大觉 行行 行行吧 这是上班时间哪 你 你 你听听 你 你听听 这电话这这么多的小 你怎么还睡啊 我和方东那个账 你必须给我们评评理 不 你怎么还睡呀 这上班 老夏 老夏 谈活的 来人哪 你 来人哪 你 你别喝 你给我喝 那你呢 来人哪 决定 你喝吧 决定 你喝喝 你喝喝你喝杯 你喝喝杯 俺 喝喝杯 你喝喝了 你喝 喝杯 喝酒吧 昔月 这儿行吗 好 爸 你都快吓死我了 你这一天到晚在广播室里接投诉电话 接个电话接的命都快没了 不过也都怨我 天天在外头跑都没顾得上你 广播室怎么样了 爸 您就别管广播室了身体要紧 您这一说话就吓人 夏老师 广播室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我们都搞定了 不行 不行 你和夏秋赶快回去顶着 求助的人很多 少接一个电话就耽误一件事 热线热线 一定要有人值班 尽快把大家的困难 放映给镇政府相关部门 让他们解决 这三天遇到的困难 我和夏秋都记下来了 您看 三天 怎么三天 您可是昏迷了整整三天哪 这三天啊 夏秋拉着我和广播室所有的人 都守在正阳热线 有需要帮忙的吗 您先别着急 马上派人过去看看情况啊 喂 您好 正阳热线啊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好 小河 辛苦你了 我冒昧地来求您办件事 我给您举荐一个人 希望林书记在这件事情上 能助努力之力 齐大姐 您不用那么客气啊 您在社区工作的事情 我一到镇上都听说了不少 有事情您尽管说 您知道吗 有一个从国家游泳队 退下来的运动员 叫瞿晓禾的 我有印象 怎么了 就是这个瞿晓禾 她最近呢 一直在帮着正阳热线广播 跟群众呢宣传榜的政策啦 还抽出空余的时间 解决了群众很多的琐碎事 工作能力非常强 我身边的很多邻居啊 干部啊 甚至朋友都说 瞿晓禾绝对是一个 爱情分明的好党 我在想啊 我们织女阵的干部队伍 要是有瞿晓禾的家里 那就太好了 所以我冒昧地 来向领导举荐齐小孩 谢谢您 我一定把您的话 记在心里面 尽快地向左上反应 那太好了 林书记 这也太丰盛了吧 赶紧吃 我觉得 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怎么不一样 大家都知道啊 您是万成极端的准儿媳 全国的体育明星 一定会有偶像包袱的 但是你看你现在 心里关心的全是全真正 您的困扰 我才发现 齐大姐说的都是对的 齐阿姨 她说什么了 她说 即便你退出了国家队 也永远是明星 明星 我哪儿是明星啊 那也没有没有 我呢原来啊 就是一个在太湖边 打鱼的孩子 那现在呢 又是个退役的待业青年 你以前在太湖打过鱼啊 我在船上住了十年 后来因为太湖封狐了 我们全家就搬上岸了 通过万伯伯的帮忙 我们就住进了楼宅的老院 从那以后啊 我爸就和万伯伯 夏老师他们一起做生意 后来就成了第一批 把织女镇的绣花枕头啊 童装啊 推向全国的创始人 我爸走了以后 是这个镇 帮我们母女俩 挺过了所有的难关 后来跟佳明相恋 再后来我去了游泳队 又参加比赛 又拿冠军 我觉得呀 这些都是织女镇给我的 小和 你是一名党员 又在帮镇政府做社区工作 虽然都是一些平凡小事 但是在政府的眼里 百姓的事情都是大事 所以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 愿不愿意到镇上来工作 梁叔叔 已经把我推荐给曲尾 我心里还正有点忐忑 真没想到啊 从不认出的曲小和 竟然被一个复战场的位子 给吓到了 谁说我被吓到了 我只是担心自己经验不足 把工作给搞砸了 你都还没干 怎么知道砸不砸呀 你觉得我能行吗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 我只知道 原来你在游泳队的时候 参加魔鬼训练 天天哭着给我打电话 但我只要跟你说 我们不练了 马上回家 你就立刻对我生气 你还说 我屈小和 能趴这一池子水吗 说过没有 说过没有 有啊 我们冠军的大五味精神 你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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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说我怕了 谁说 谁说我怕了 别别别 等会儿 同志们 鉴于曲小和同志 曾获得全国游泳冠军 并在国家游泳队 担任过党支部副书记 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 以及区常委会研究决定 镇人大选举任命 曲小和同志为 织女镇副镇长 下面请小和同志发言 前几天 我在政府的网站上 看到了对我的公事 上面写着 曲小和同志 你任织女镇副镇长 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 我感到很意外 织女镇这三个字 在我心目中很大很大 前不久我回到镇上 我看到的是一个 比我记忆中还要大的织女镇 它从一个小级镇 发展成了 有一百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城市 人口也是从几万人 增加到了四五十万人 我感到骄傲 感到自豪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能有幸成为这个镇的 一名公务员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乡镇 我就像游泳池里的 一朵水花显得特别渺小 尽管这朵水花很渺小 但它毕竟承载着 许许多多竞赛者 冲往终点的希望 在这儿呢 我要向大家表个态 我 曲小和 要做一个 有担当 有责任 也有自信的 党的 好干部 我真心实意地接受 大家对我的监督 小和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 恭喜你啊 丘镇长 林书记 我能留在织女镇工作 还得谢谢您的推荐呢 我可不是在帮你 我是希望 你能帮帮织女镇 走 看看 怎么样 曲小和当政长了 是啊 妈 这么一来 我们万家就有一个 做负政长的媳妇 对万诚有好处 我们万诚做事业 从来不靠裙带关系 这种事业是做不长久的 可是 只要小和一进门 对我们万诚的名义也是好的呀 朝中有人好办事 你别老想着 朝中有人好办事 作为一个企业 还是得靠踏踏实实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经营 要不然 我们万诚集团 怎么能做到 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啊 去吧 我还有事呢 请进 徐副镇长 你好 徐主任 你好 往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件 产业班的工作 好啊 您请坐 不用 徐副镇长 在汇报工作之前呢 我想先带你去哪儿童庄街 行吗 可以啊 那行 那您跟我来了 这儿的场景 徐副镇长不陌生吗 我来过几次 听我妈说 这一条街的人和作坊啊 一年比一年多 所以呢 这垃圾也越来越多 是 说句心里话 从我第一次见到 徐副镇长起 我就有一种直觉 总有一天 我们会站在 同一条战线上 真的 而且您说得太对了 现在的织女阵的环境啊 真的该加大之力 是 我在镇阳广播接热线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 织女阵的问题 太多了 要一一解决 真的挺不容易的 正阳热线接受的袭击啊 恐怕也只是 织女阵的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 对 让一张 让一张啊 让一张 徐副镇长 果然是运动员出身啊 本能反应 这织女阵的交通 也是问题啊 是 我来说两句啊 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 特殊的好日子 祝贺我们小和留在了织女阵 还当上了织女阵的副镇长 好 好 小和啊 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蛋糕呢 有三层 预示着我们楼宅的年轻人 事业将节节高升 前程四斤 好 那今天不管是谁啊 都要多喝几杯 不醉不归 好 来 干杯 来 干杯 干杯 安璐 去 干嘛呀 神神秘秘的 不神秘 不神 好 小和 祝贺你 谢谢 那个 我想说 没有想好就不说了 别别别 我 我想好了 就是 就是什么啊就是 想好了就说 扭扭念念 你快说吧 快点说 行行行 今天没有外人 那我就说了 其实你退一回来之后 我挺担心的 我担心你又会离开这儿 去其他地方 勾求梦想 但是没想到 你还是选择留下来吧 你能留在织女阵 对 是我最大的幸福 还有推轮椅 那还挺大的 你们俩那天聊天 我都听到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呢 我也想借此机会 跟嘉明说一句 说什么呀 我也很爱你 我想跟你相守到老 来来 再见 今天是个好日子 咱们再来碰个杯怎么样 棒 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 一起干杯 工作顺利啊 干杯 干杯 我苦苦经营 这个副阵掌的位置 原本应该是我的 徐晓禾 你以为躲我徐康的椅子 只要往一腿上踹一脚 我就会一屁股坐地上 成为大家眼里的笑话 你错了 我徐康从来都是靠自己的两条腿 撑着身子 才四平八稳 不是靠一腿 战处 小河啊 您好 我过来办事的 您这是 不瞒你说 我退休了 但是我还是很想这儿了 我今天路过 看一看 齐阿姨 其实您退休啊 大家都很舍不得您 小河 我知道 不过你放心 我呢 我早就想通了 退就是退了 那你还能干吗 我总不能在哪儿租个房子 摆两个桌子 那我能干什么呢 租间房子 摆两张桌子 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啊 齐阿姨 我还真有个想法 为我吗 当然 今天呢 是 我母亲 齐美丽齐主任的调解工作室 正式 画牌成立的好日子 感谢大家能够过来 我母亲呢 作为一个退休人员 仍然要发挥 共产党人的余温余热 莫到桑于晚 威霞上天 见面请齐美丽齐主任 大家请 您好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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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生 今天是您的工作室挂牌成立 您先说 好吧好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首先非常地谢谢大家 能够来参加我这个 工作室的挂牌成立仪式 我呢 原来在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呢 整天的忙忙碌碌的 我就觉得呢 哎呀我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能为大家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特别特别的开心 但是后来退休以后呢 我确实有一段时间 我心里真的跟你们说实话 一万个不习惯 所以我为这个事情 我专门还去问了我们老镇长 老镇长跟我说的意思是 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废人 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 一定能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 我继续地为大家服务 所以呢 今天我的这个工作室呢 挂牌成立了 再次谢谢大家 能够来参加我这个 那肯定有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 那你齐美丽工作室是 主要是干什么的啊 我想给大家呢 简单地介绍一下啊 主要还是以法律的层面为主啊 比如说治安调节啦 连条律师啦 还有就是工人的劳动保障这一块 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还有这个信仿宗制啊 请大家放心 我会更多地做好调节 引导缓解各种矛盾 一定要把矛盾解决在我们的基层 尽量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请大家监督 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各位支女镇的乡亲们大家好 我是老夏 正阳广播又准时准点的开始了 我要和大家说说这个齐美丽工作室 齐美丽工作室啊 是在咱们社区啊 开辟了一小块天地 这小块天地专门啊 是用来帮助外来打工的 当然啊 咱们本贞的热尾乡亲 有什么困难 也可以找齐美丽工作室 以前咱们常常说 有事找民进 有困难找社区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 大家要是有了什么困难 也可以找这个齐美丽工作室 帮助解决困难 小和 你将要面对的 是我们支女镇最让人头痛 最不让人省心的问题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明白 情况是这样 一个月之前 我们接到报案 说有一批支女镇 生产的仿牌童装 正在外地市场销售 我们就联合工商局 一起赶到了现场 经过确认这批货 确实是出自支女镇 于是我们就给 莫收运了回来 经过调查 生产这批货的厂家 叫凯利童装厂 我们镇导委追查下去 居然发现 我们支女镇 有几千户的童装户 或多或少的 都在进行这种 违法的行为 生产也好 销售也好 多么地触目惊心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真没有想到 现在支女镇的 童装侵权 已经这么严重了 世卫屈伪 为了这件事情 还特意组成了调研组 我们达成了共识 要想让支女镇的童装产业 走入国际先进行列 就要走出老路 浴火重生 首先 就要从访牌上下手 要切除这颗 一直留存下来的毒瘤 好 林书记 你看我们下面 应该怎么做 从哪查起 从万城集团查起 万城 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常主呢 都是万城集团 但是怎么也抓不到证据 经过党委会的研究 万城虽然对我们 通装产业 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但是也绝不能因为 他们是功臣 就网开一面 所以 他们到底设计不设计 网牌通装 要彻查 如果有的话呢 就依法处置 如果没有 也还他们一个清白 小和 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是 可是 让我去查万城集团 合适吗 有什么难度吗 你也知道 我跟万家的关系 要我去查万家 那这不是把我 往火里推吗 好钢好铁 哪个不是从火里出来的 这要是按常理说 我应该避嫌才是啊 现在的问题是 万城集团 是不是有违法行为 还不知道 我们只是在调查阶段 那你作为 本管治理的领导 参与调查 是工作需要啊 至于你刚才说的 避嫌 我想一定是在面对 公与司的抉择的时候 怕引起误会 但是我相信啊 只要心里有实事求是 这敢秤 就称得出什么是功 什么是死 我说小和啊 你是真打算查万城集团啊 这是我上任后的 第一项工作 我必须得做好 我发现 你跟我妈真的挺像的 说好听点 叫大义灭亲 说难听点 就是六亲不认的 你不是第一个 说我六亲不认的 但是我要纠正一下啊 我呢 谁也没想去灭 更别说灭亲了 可现在这是工作 总得有人去做吧 你说得对 大义灭亲的曲夫阵长 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仅观小孩配合你 你把外面那几箱 也搬过来吧 好 进来吧 欢迎参观我的办公室 好 这环境不错呀 还行吗 行 你看你毕业的时候 多青涩呀 是啊 你看你 那时候最爱喝炭酸饮料 这办公室的风格我喜欢 好 简单 时尚 谢谢你的认可 这照片你还留着呢 对啊 都有纪念意义 这个时候 已经成为历史了 是啊 是成为历史了 你现在是织女阵的副阵长 不再是运动员了 你肩上的使命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在你的新岗位上 可能不会再有金牌 甚至 连掌声都可能不会再有 但是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这话听起来 怎么有点忧伤呢 没关系啊 忧伤可能也会成为 一种动力 只要不茫然就行 行 现磨的 谢谢 佳明 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 工作上的事情 你说 去报案说 万城集团有访牌行为的 是记者夏秋 他跟我说 他亲眼看到佳药哥童装厂 有一批访牌童装 往集装箱货柜车上装 可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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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藏湖流过 太多藏湖流过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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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怕 太陽嗎 我不要 和你我的飛躍的白頭 和雙手 是我最溫柔的雨傘 天的都要高低我 太陽走著 忘記我的飛躍 後面再調戲 我會和你我的飛躍 永遠都要高低我 天的暴雨傘 是我最溫柔的雨傘 風在 你在左右 是幸福原本的顏色 做一場一途 還要等我 你我所有 後你再相信 不要自由 還要等你走 我會等你 你都是無窮 我愛你 愛 心疼 可以 你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